这一年多来其实市长我会觉得 我最大的感受是说他愿意请听 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真的这个就是真的 我们跟市长建议的东西 其实他觉得可行 而且是对教育有意义的东西 他都愿意去做 而且执习力非常的够 所以说他一直跟我说 我们我一直希望教育要延续 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对教育关心的市长 绝对是一个好市长 基隆市家长总会理事长 在讲习课程中分享 他相当肯定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关心教育和营养午餐的品质 也感谢市府首度针对学校午餐 开办HACCP食品安全管制系统认证班 特别邀请许多家长代表们来参与 让家长也能了解食安卫生的知识 一起把关让基隆的营养午餐 更好更完善 让我们这些培训过的人 以后我们就成立一个小组 然后可能就是请教育处来 那个造册 其实就是由我们这些培训过的成员 我觉得说我们想了这个权利 但是我们必须要尽这个义务 我就说到时候其实如果用这个把那个 那个 内部基查辅导的小组 把他传队成立起来之后 其实大家一个月大概不用花到一次的时间 其实可以去把我们基隆市一些中央厨房的东西 其实那些都可以去做一个 以HACCP的那个标准去做一个辅导 然后其实做一个建议 我相信在我们的食品安全部分 会更优秀 这个可能也会是一个 又是一个全国第一 其实真的好多全国第一 那也有在地教育的那个部分 那孩子们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包括我们基隆比较常吃的鱼 在什么季节 我们也可以吃得到 那透过我们 搞不好我们自己基隆先做出履历 我们还可以给新北周边的 其他县市的营养午餐 我们跟家长团体座谈的时候 大家就提到说 很欢迎食品卫生 HACCP的这个制度 能够进入的我们的午餐厨房 但是有更多的家长 其实很关心说 他们自己能不能够也在这方面 有得到更多的训练 让家长团体可以用专业的角度 去关心这个午餐厨房的事物 所以我们现在也跟HACCP合作 不光是从对于厨房的这种 稽查跟指导开始 现在也针对家长开课 让很多这样的团体 以及他们的代表 都可以针对HACCP的食品卫生的 一些相关专业 可以传授到家长团体的身上 让他们可以用更专业的角度 来看待他们自己孩子所吃的午餐 跟蔚来跟市府 在食品卫生方面的讨论 赞赛亚园 希望透过食品安全专专业知识的研习课程 和各界攜手 让学子们能够吃到好吃健康又卫生的营养午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